接下来关注一下美国跟世界的外交政情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白宫以非常盛大的阵仗 欢迎了澳大利亚的总理 这拜登上任以来接待第四位国事访问的领袖 那么当然现在拜登见任何元首都会讨论两场战争 另外还有就是中国议题 那么两国都寻求调整跟北京的关系 而这位澳大利亚的总理呢 访完白宫下个月初就会到北京 而现在呢习近平跟拜登之间最受瞩目的 会不会在11月旧金山APEC峰会上面见面 甚至场边会谈 所以星期四开始王毅也要到美国访问三天 这三天呢就将为这一场拜习会来掀铺路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周三到访白宫 获得美方盛大欢迎 从白宫顾问苏利文到国务卿布林肯 甚至是副总统贺锦丽 全都排排站迎接 总统拜登更在白宫南草平 击出4000名嘉宾出席的军队教育国礼 来展现美澳两国百年联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 两人在椭圆形办公室展开双边会谈 并且对以色列哈马斯冲突 以及乌尔战士展现出共同立场 爱班尼斯更特别关注设计核动力前提合作的 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强调阿克斯有助于确保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繁荣 而中国崛起与相关挑战的应对 更是美澳两国的长期关切 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 拜登公开表示 美国与中国之间是竞争而非冲突 美澳合作并非针对中国 对于中方近期在南海 具挑衅意味的举措 爱班尼斯喊话称 包括南海东海以及台海 在内的水域航行权应该要被尊重 拜登则点名批评中方在南海阻挠 菲律宾补给的行动 强调既危险又不合国际法 爱班尼斯坦言 澳洲与中国存在战略竞争 因此澳洲会在能够合作的地方合作 分歧之处也会有所坚持 在当前澳洲与中国的贸易纠纷 逐渐缓和 连澳洲红酒眼看着都即将要重回中国餐桌之际 爱班尼斯这番表态明显是为了下个月 4号到7号的中国访问 做好暖身预告 而澳洲并不是唯一一个寻求与北京调整关系的国家 美方当前也积极安排 希望下个月中在旧金山举行的APEC峰会上 能让睽違一年的拜席会重新登场 为此特别邀请大陆外长王毅 周四启程赴美访问三天 王毅外长访美期间将同美方高层 就中美关系 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同美各界人士友好交流 王毅除了周五将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就以八等国际重要议题展开磋商之外 麦登也很有可能会在白宫与王毅见面 为紧接着可能到来的拜席会加柴天火 至于北京当局更是致力营造中美友好气氛 对于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加州州长纽森 展现热情欢迎 不但先后获得中国副主席韩正 与外长王毅的接见与会谈 更与中国发改委签署气候合作谅解备忘录 习近平还在与纽森会面时大打感情牌与地方牌 强调中美关系的推进可以从地方与人民情感的联系做起 并称双方利益交融十分紧密 盼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 而纽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 着重气候合作与芬太尼毒品防治上 却回避了人权议题引来美国国内批评 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当前从南海到台海 从以巴到乌尔 意见的分歧都是显而易见的 也成为两国关系的巨大挑战 唯一可能合作的领域只剩气候 至于外界期望甚高的败习会能否成真 就得看王毅这趟美国行业双方怎么继续谈 TVBS新闻综合报道